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而从歌曲疏远到了唱歌的任贤奇 后来任贤奇遇见王妃还当面感谢了天后 谢谢她让大家很认真的去了解心态软 任贤奇的歌带来太多美好回忆 斗转心仪在2021年芒果台的时光音乐会第四期 任贤奇突然空降成为了庄主 此时的任贤奇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歌坛大佬 长青树 当栏目组问参加节目的歌手们 任贤奇的哪首歌会让你想起美好的旧时光时 许如云说 自己只要一听到春天花会开 就会一下子陷入恋爱的感觉 欲可为想到了在上学时 对面的男生宿舍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林志炫张口就是心态软 她与王妃的感受是一样的 当年走到哪里都是心态软 凤凰传奇 对影视歌三期明星的任贤奇 丝毫不加掩饰的崇拜 谭永林认为 任贤奇能够感染到成千上万的歌迷 实在是了不起 而在我的记忆中 任贤奇带给我最深的感受 还是她那浓浓的武侠风和侠客情 任贤奇也曾目中无人过 当然相信熟悉任贤奇的老哥们们 都已经是度过了那段 跨以恩仇的青春期 就现在的我而言 喜欢任贤奇并不只是因为她的歌 更重要的是她的为人 在那期节目的最后一段 任贤奇重新演绎完自己的成名作 心态软之后非常感动 她说 这是自己这辈子最感动的一次唱歌 随后她敞开心扉 与大家交流起了自己作为歌手以来的心路历程 对于自己曾经的大头症 任贤奇毫不掩饰 刚爆红时 她也会眼高于顶 拿鼻孔看人 不过这种非正常状态 并不是她真的目中无人 而是她惶恐不安的表现 经过朋友的提点 她很乖就意识到了 那时的自己竟然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为了尽快变回真实的自己 她努力让自己归零 忘记那些曾经的荣誉 每一次都用初心去演唱 任贤奇的谦卑刻在了骨子里 千万不要以为任贤奇这是在逢场作戏 事实证明 她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侠 这次现场演唱心态软时 谭永玲就发现任贤奇眼光含泪 尽管这首歌她已经唱了不下一万次 欲可谓感慨任贤奇太感性了 任贤奇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自己的歌声一般 弹得也不是很好 写的也没有多厉害 所以她对于自己一路以来取得的成就 都充满了感恩 也因如此 所以每当她出现在荧幕上 都会给我带来满满的感动与正能量 任贤奇在《披荆斩记2》的初舞台 说实话 我追《披荆斩记2》多半都是为了任贤奇 但从第一期的节目看得出来 节目组应该对任贤奇的影响力预估有些不足 所以把重心放到了苏友鹏的身上 这或许是以刚结束的《乘风破浪》第三季有关 刚开始《乘风破浪》节目组 也没有料到甜心教主王兴林会这样活 结果因为初舞台上的一首《爱你》 活得一塌糊涂 引出了很多王兴林男孩 而苏友鹏身上的某些元素 比起王兴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光是小虎对三个字 都已经是满满的回忆杀了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苏友鹏国名小生的招牌 以及乖乖虎的形象 再加上那首《爱》 顿时让全场沸腾了起来 相比起苏友鹏组 以苏友鹏为中心 任贤奇组的舞台编排不大一样 任贤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资历和名气 给自己过途的尽头 就算是演唱代表作《伤心太平洋》时 他都是将自己退到了最不显眼的位置上 但这并不影响任贤奇组的获利值 超越苏友鹏组 任贤奇的一工表演 在一工表演之前 任贤奇接受导演组采访时 当被问及 不想在这里更多地展示自己吗 任贤奇回答 以前他受到了周华健 李宗盛 赵传 罗大佑等前辈的提携 才有了今天 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传承这种帮扶 尽可能地配合 让年轻人去发挥 一工表演 任贤奇组演唱的是 粤语歌曲《世界第一》等 音乐响起 首先出现的是催奏口琴的任贤奇 这样有年代感的设计 顿时就让我有了代入感 表演结束 任贤奇组不高步 获得了第四名 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无独有偶 在任期排名榜上 任贤奇也是第四名 前三名分别是苏友鹏 张志玲以及潘美卜 任贤奇的二工表演 二工表演是同盟战 任贤奇组与苏友鹏组联盟 表演之前 苏友鹏接受专访时 坦言自己与任贤奇一样 都想将更多的露面机会给弟弟们 不过执行起来 苏友鹏又很纠结 苏友鹏怕这样做 会导致整组排名靠后 那样全组人气排名靠后的队员 就会离开 这样的结果他接受不了 不过在我看来 他就是多虑了 因为有他和任贤奇打辅助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一首歌 由任贤奇带着五个弟弟率先登场 演唱的是非常劲爆的 借我 第二首歌 任贤奇 苏友鹏 林峰三元大将 同台合作了一首闽南语歌曲 阿嬷的话 不得不说江还是老的啦 这首阿嬷的话 听得无数的观众落泪 最终任贤奇和苏友鹏的同盟排名第三 很幸运 没有队员会被淘汰 当然有幸运儿就有不幸运的 郑君和杜德伟同盟的黄义达 和朱家琪因为任期排名倒数 只能黯然离开 二公后 任期排名 张志玲到了首位 苏友鹏降到第二 任贤奇依旧在第四的位置上 任贤奇的三宫表演 任贤奇部落在三宫舞台表演的是无问 一开场就是浓浓的武侠风 这样一来 任贤奇部落人气值 最后两面的好运和张志玲就要离开了 我原本以为 又会见到依依不舍的落泪场景 结果任贤奇的依据 聚散离合都会有的 直接让我释怀了 三宫以后 任期排行榜公布 张志玲依旧第一 李承宪第二 苏友鹏下降 再下一名 第三 任贤奇依旧稳稳稳的第四 从这个榜单可以看得出来 任游哥哥们风云变 任贤奇就犹如世外高人一样 前看停前 花开花落 任贤奇一如既往的提前年轻人 由于三宫的失败 任贤奇队长的身份也是失去了 就综合实力而言 他绝对是被其他队争抢的对象 可以去任意中的一队 面对张志玲和吴克群两位队长的邀请 任贤奇 毅然选择 或离职相对更低的吴克群部落 任贤奇的四宫表演 四宫表演之前 任贤奇接受采访时 讲到 人生这条路上 你要当什么标点符号 有时候你需要当逗号休息一下 有时候可以是句号 让不好的就此打住 对于现在的任贤奇而言 他在披群斩击这个舞台 他要做的就是惊叹号 因为到了他这个年龄 不是超酷的 不能让观众歌迷 哇塞的 他通常都不做 四宫之后 人气排行榜 苏友鹏第一 潘美博第二 吴静豪第三 任贤奇降到了第十 参加披群斩击二以来 任贤奇一直都在实现着 前辈帮扶后辈的残诚 每一场演出 无论是队长还是作为队员 他都没有将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如此低调的任贤奇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爱呢 十分期待他接下来的展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敬请关注